你能相信这就是杰伦布朗他爹吗? 来自运动员家庭的NBA球员, 在球场上可能会比普通球员更有压力, 因为他们不想辜负家人对自己的期望, 他们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出人头地, 从而维持家族传承的事业。 其中有些人, 他们的表现比作为前NBA球员的父辈还要好, 而另一些球员则只是普通球员而已, 在NBA里勉强维持生计。 在历史的长河中, 我们看到过很多前NBA球员的后代, 但也有少数球员的父亲, 来自于其他运动领域。 今天,我们给大家介绍六名NBA球员, 他们的父亲虽然都是直隐运动员, 但都不是NBA球员。 六, 杰伦布朗这位凯尔特人最突出的年轻人, 来自一个运动员家庭, 他的老爸马赛尔斯布朗, 是一个七精尺的职业重量级拳击手, 马赛尔保持着33胜25击倒和16负的记录, 同时他也是2016年世界拳击联盟世界冠军, 和2015年WBUCAN重量级冠军, 我敢保证你绝对不想惹他。 杰伦布朗父亲杰伦布朗吴, 维金斯这位来自明尼苏达森林郎队的加拿大人, 也来自一个铁杆的运动世家, 他的父亲是前NBA球员米切尔·维金斯, 母亲是加拿大退役田径运动员玛丽塔佩恩, 他的母亲是一名奥运会奖牌获得者, 曾在1984年夺得了四成以四百米基利银牌, 但他父亲在联盟中并没有多大的成绩, 维金斯一家人。 四、乔·金诺阿作为前年度最佳防守球员, 乔·金诺阿以强硬的球风著称, 他的父亲是来自法国的退役职业网球运动员亚尼克诺阿, 曾在1983年获得过法昂冠军, 曾获23个单打冠军和16个双打冠军, 成功攀上了世界排名第三的宝座, 诺阿父亲乔·金诺阿赛, 肖恩·拉金·肖恩·拉金, 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, 退役棒球运动员巴黎·拉金的儿子, 在联盟打了几个赛季后, 拉金的名气一直没能和家人的名气相符, 在1990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, 巴黎是最重要的球员之一, 同时, 这位游击手曾是十二届全明星, 赢得过三个金手套, 九个银棒奖和一个MVP, 拉金父亲肖恩·拉金二, 小麦克·康利·小麦克·康利, 是前田径运动员麦克·康利的儿子, 他父亲在套用会上曾获得了银牌和金牌, 在跳远和三级跳上的表现,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并且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, 老麦克·康利·小麦克·康利, 麦基作为五大九的常客和两次NBA冠军, 麦基也来自运动员家庭, 她的母亲帕梅拉是女子篮球退役球员, 也是一名助理教练, 在1997年,在WNBA以第二顺位被选中, 曾在萨克拉门托君主和洛杉矶火花队打球, 也是一名奥运会奖牌获得者, 同时,她也是WNBA中第一个儿子在NBA打球, 女儿在WNBA打球的妈妈, 麦基和母亲, MING PAO TORONTO